把羊放出来,吃吃青草,减少一下花生羊的压力,因为储存的花生羊也不多了,这个时候能少买一点草,就少买一点草,能利用上一点草,就利用上一点草。 那个没有草的地方是之前给羊做的一个小型的跑场,就是说让羊可以从羊间里面出来,在外边晒下太阳,冬天的时候尤其是,这个周围它出不来,出来之后,每当下过雨之后,就容易长这些杂草,然后定期的就让这些羊出来,来。 吃这草,一顿也吃不完,因为现在羊价也不理想,羊价价格也是比较低,还有这个储存的花生羊也消耗了一大半了,所以说现在只有这个草比较多,包括地里面拔的草,还有这些野生的,自成的草, 都可以拿来喂养,都可以拿来喂养,吃一顿少一顿。 这主要是不方便,像方便的话,如果羊 方便的话,直接可以赶到外边, 大河旁边,或者是大坑,那这帮草比较多, 人家都经常过去放羊,这一般就是让在羊圈的周围吃一点。